他之前有一次在做了一个微访谈 微访谈中有一个他的粉丝是来自伊拉克的 然后他回答了这个粉丝的一个留言 跟他产生了一个互动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了解到了一个故事 是什么 这个伊拉克的粉丝是他这个 某一个粉丝站翻译的成员 翻译组的成员 他就是把他的一些事件翻译成中文也好 翻译成阿拉伯文也好 他是其中一个翻译组的成员 然后有一次正常该按时翻译的时候 翻译的物料没有出现 然后就出现了 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姑娘生活在伊拉克 然后他在回家路上还是上学路上 遇到了炸弹 然后受了一些伤 然后导致这个翻译工作退后了 然后这个站子就陈述了这个事实 然后说了一下推迟的原因 然后这个事情就走入了我们的眼中 看到这个事儿呢 这个大家都是非常动容的 就是动容的原因不是说这个 当然这个是一个悲惨的遭遇 这个但是看当你看到这些事情 曾经是只在新闻里 只在电影里能看到的这些桥段的时候 突然出现在你的身边 离你其实有一个很微妙的距离 不能说非常近 不能说非常远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距离 有一道桥 对 它就在你身边 然后发生了这样一个 平时只在各种媒介上 才能看到的事情 这个时候就忽然会觉得 就是原来你生活的世界以外 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人 在过着你不知道 怎样的生活 他不知道自己第二天会遇到 我当时有另外一种理解 具体伊拉克什么情况 我们是不知道 但是我们能通过方非面的信息 可以知道那是并不太平坦 但你也说到了 在一个如此混乱和不知道明天 会怎么样的情况下 有如此的热量 应该对这个形式 应该叫做热量 有如此的热量和一个幻景 去喜欢一个明星 还能去做很多为她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也许是点亮 她的生活或者怎么样也好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牛逼的事 就是能让这个姑娘 还是如此去做的话 对 这个姑娘 这个伊拉克粉丝 就把她当成生活中的希望 这个她自己在这个微博 她会中文 然后她在自己微博中也说到过 就是觉得她就是她生活中的希望 和阳光 然后 然后你对她的回复 你对她怎样 可能是你的举手之劳 但在她生命中也许就是 就真的是点亮 对 就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所以就有的时候你就会 你其实有的时候 你能传递给别人的力量 是你自己不自知的 对 然后你的举手之劳 对别人来说 也许就是此生难忘的一个意义重大的事情 对 就是看到这个留言啊 这个在NGO帮人翻译信件 这个姑娘的事情 我就想到这件事情 包括最近我们在做的一个愿望纪的事情 其实也是由这个伊拉克粉丝产生的 就是看到她之后 我们才觉得应该有一个去回馈的一个过程 你不能说对社会回馈吧 你只能说是 就是对 就是回馈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回馈的过程 你有索取就应该有奉献 对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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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